近日,英文原版音乐剧《绿野先宗》在上海大宁剧院举行了媒体发布会 绿野先宗团队的各位主创主演悉数到场 与在场媒体分享了绿野先宗的创作历程和母后精彩故事 绿野先宗的故事是超过百年历史的经典童话 在儿童文学史上受到普遍赞赏 剧团经理马克·西米维茨谈到 此次中国巡演的英文原版音乐剧《绿野先宗》 在重于援助的基础上还原了小说中的诸多奇幻场景 更有黑科技手段被运用到腐化道制作中 从故事设定构思到服装布景选角 共历史两年才开始排演 还特别为中国巡演设置了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台词 力求让观众感到用心和亲切 在现场主演们对于能够演绎这样的经典音乐剧 都表示非常兴奋和荣幸 女主角陶勒西的扮演者萨拉·卡玛拉塔表示 陶勒西的旅程有点像成长的故事 当她第一次看到彩虹世界时 她学会了成长 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在旅途之中深入了解自己 作为第十二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歌曲 和最佳配乐两项大奖得主 绿野先宗的音乐可谓是该剧最大的亮点之一 发布会现场 Mark简单介绍了剧中的灵魂唱段 在场朋友一起欣赏了流传近百年的奥斯卡金曲《飞跃彩虹》 据悉绿野先宗将一直在上海大宁剧院演出至7月14日 之后还将在厦门、泉州、宁波等地进行巡演 带着全国大小朋友一起飞跃彩虹 在探索爱与成长的旅程里 找寻未知的自己